欢迎回到焦点对话 说到毛时代 那么人们很难不想到大跃进 大饥荒 反右文革 这些给中国人留下无数的伤痛记忆的历史 早在1978年 中共就根据邓小平的三七开说法 承认毛泽东犯了重大的错误 但是随着习近平上台之后 提出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之说 官方对于毛泽东有错误 这个结论再度模糊乃至否认 那么毛泽东统治中国几十年 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为中国留下了什么长久深远的影响 我们现在来探讨一下 那么毛泽东统治中国几十年 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当然是方方面面 首先请高文谦先生来谈一谈政治上的影响 高文谦先生 毛在政治上影响 主要就是毛现在这个人 仍然是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的一个象征和图腾 他的象仍然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他的尸体仍然在广场中央的纪念堂 他的毛思想仍然在写入党章 作为党的指导思想 因此的话 他的影响还是渗透在方方面面 可以说毛思想 毛体制仍然是现在中国的 现行政治制度的一个基石 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这么一个情况 他深入在双方面面之后的话 他在政治上仍然起到很大的这种牵制作用 牵制着从邓小平到江泽民 胡锦涛 现在是习近平 仍然牵制他们的执政方略 好 那么王康先生 您来谈一谈文化上的影响 毛泽东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 毛泽东对中国的政治影响 也许通过一代人的努力把它消极掉的可能性存在 但是文化和道德 经济上的这种灾难性的影响 可能要持续好几代人 他奉行的是斗争哲学 不停地的斗争 这个是对中国传统的这种中庸之道 何为贵的几千年的传统 大的一个挑战 一个对抗 因为他奉行那种极端主义和绝对主义 这个是来自西方的 又是他把它变成一种辩证法 所谓这种矛盾冲突里面 永恒的斗争 永恒的运动 永恒的矛盾冲突里面 这也是把中国人的一种 所谓这种传统的道德体系 在以空前来破坏 因为他是奉行彻底的唯物主义 无神论 彻底唯物主义 这是无所畏惧的吧 这让几代中国人 就丧生了这种基本的 做人的高贵的品质 比如同行心 比如敬畏感 比如感恩的心态 比如悲悯的情怀等等 毛泽东对中国的文化 精神道德的这种破坏 跟他自己作为一个文人 一个小文人是有关系的 刚才说过 这种他的北大期间 他没有受过西方的教育 他对西方完全不了解 对中国不了解 不是不了解 中国传统的帝王术 农民起义 他非常热衷 我要特别强调的是 毛泽东的斗争 极端主义 辩证法 彻底的唯物主义 无神论 这个来自西方 某种意义上 毛泽东是西方文明 尤其十九世纪的激进主义 对中国传统文化 破坏了一个工具 好 那么再请陈晓农 先谈一下 那么毛泽东在经济上 给中国造成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候 当时对毛泽东时代 有过一个很简单的评价 那就是国民经济 面临崩溃的边缘 这是官方话语 也就是说 这毛泽东的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明显的是一个 很失败的结果 那么实际上 如果去比较一下 中国文革结束的时候 工人农民 还有普通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准 与三十年代的状况相比 实际上 那个时候 文革以后的水准 还低于三十年代 那么毛泽东的 经济体制方面的遗产 主要是四个方面 第一是工商业社会主义 改造以后建立的公有制 第二是农村人民公社化 第三是闭关锁国 第四是建立一个 以军工为中心的工业体系 那么这四个基 算是毛泽东经济体制的支柱 被改革开放政策 全面否定了 这四条 现在一条也不存在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实际上没有毛泽东的 中国经济 才开始恢复一点生气 换句话讲 毛泽东留给中国的 基本上是负面的 经济制度的遗产 好我们再请高文贤人来分析 首先就是中国这个 毛泽东和中国这个 政治制度的关系 就是说毛泽东 为什么能够在几十年的时间里 在这个中共党内 享有这个无与伦比的权利 国家和党的体制 为什么没有对他这些 犯的这些错误进行约束 那么您的分析是什么 我觉得毛在中共党内 至高无上的地位 就是我一开始我讲到的 毛泽东是一个 即这个列宁 极权主义体制 和中国皇权政治融化传统 这个余一身的这么一个人物 那么这种人 这种就结合起来 这个体制和这个皇权 这个专制思想 这个结合起来之后呢 就使得毛在这个中共 这个领导集团里面 他是这个独断千刚 他可以 特别是1943年 正式做出决定 他有最后决定之权之后啊 他跟这个中共的这个领导层的 其他成员地位是不平等的 用我的话讲呢 我说我形容这个话 这个他们关系呢 叫做是现代君臣关系 那么现代君臣关系呢 这个跟历史上的这个王 历代王朝的君臣关系 是不一样的 这个历代王朝呢 这个皇帝呢 是在世俗社会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但是呢 他并不能主宰他的子民 臣民的这个精神世界 而且这个皇帝上面呢 还有这个天道神权来来那个束缚他 那么呢这个毛这个情况就不一样 毛呢是既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 同时呢又是真理的化身 事业的旗帜 因此你一旦反对毛 你就反对这个革命事业 所以呢就使得的话呢 就是在中共这种体制内的话呢 任何领袖人物 比如说像彭德怀 像刘少奇 像林彪 像周恩来这些人 像邓小平 想对毛提出一些不同看法都很难 邓小平在文革结束之后呢 说了一句话 为什么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他说真实的情况是难以反对 那么呢 我想讲的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 那么再请王康先生也来分析一下 就是毛靠什么来巩固他这个皇帝 至高无上的皇帝地位 我想请您从这个权术的角度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想稍微持开一点 毛泽东建立的是一个现代共产极权主义 跟传统的中国的军权制度是本质上不一样 除了军事征服 经济垄断 政治专制 这些特务统治之外 他还有意识形态前置 他还有很高度的封闭社会 另外还有很强烈的乌托邦的承诺 另外最重要的就是 他不断的群众性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 毛泽东在建立的这么一个体制当中 当然是接近了列宁和斯大林 列宁的建党原则 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但是毛泽这个里面 他把人民这个里面推到最高的位置上去了 毛泽独特的一种创造 就是他的人民拜物教 人民崇拜 他把个人崇拜和人民崇拜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然后他产生到巨大的破坏性的力量 所有的人在人民崇拜下面 都只能作为过于失败者 当他扰不开党官僚机器的时候 他就发动文化大革命 发动人民前来打倒刘少奇 这一点跟希特勒都不一样 希特勒那个时候 希特勒就是一个军事征服 有他的党卫队 有他的盖世太保 简单的很 他的经济上面 甚至他的军事方面 军队方面都有很多的空间 是维马共和国留下的一些遗产 所以人们能够反对希特勒 而且能够刺杀希特勒 在德国历史上 前后两三年期间 有七千多人 前赴后继地参与反对希特勒 和某次希特勒的神圣的工作 其中包括二十世纪 德国最伟大的一个哲学家 彭华菲尔和一个伯爵 但是在毛泽东时代 任何都不可能 包括邓 包括刘 包括周恩来 他们都一样 另外就是刚才我说到的 不停地群动运动 政治运动 就不停地开动脚肉机 让每一次一个政治运动 就倒下一批 不管是元老 还是党外的民主人士 然后就上了一批 新的积极分子和柜子手 这些人和毛的政治运动 联为一体 毛就代表了 一代又一代的 这些新的权贵 同时打下了一代一代 老的那些权贵 好 陈小农先生 您一直有一个观点 就是认为 今天中国官方版的毛泽东 和真实的毛泽东 有很大的差别 你觉得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那么你认为 现在官方版的毛泽东 最误导人的地方 最误导人的方面 到底是什么 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们仔细看一下 1978年到2013年 中国官方版本的 对毛泽东的评价 有两个重要的转变 第一个转变是 这个评价 由实变虚 就是说原来对毛泽东 还能实事求是的做些 关于他缺点错误 或者他是这个重大失误等等 还能做一些评价 现在这些消失了 变得虚的了 那么另一方面 对毛泽东评价有点变高 也就是说 当他把毛泽东缺点错误 掩盖起来的时候 这个毛泽东的形象 反而被抬升了 毛泽东的 对中国的破坏性作用 就被实际上否定了 那么实际上 这样的做法呢 是掩盖了毛泽东错误 这个用一个假的毛泽东 来替代真实的毛泽东 虽然他维护了 中共现在的合法性 但是他其实埋藏了 很大的后患 我这里就引用 中共的一些文献 来说明这一点 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 之前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对毛泽东做过一次评价 他的基本意思是说 从57年开始 这个毛泽东的政策 就出现偏差 然后从这个整个的文革前十年 凡是毛泽东主政时期 这个政策上的做法 应该基本否定 是乱搞 然后文革是要全盘否定 那么我们这样看一下 毛泽东统治的这个建国前30年 实际上大部分时间 按照陈云的说法 是要否定的 那么我再读一下中共中央 1981年6月27号 十一届六中全会 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它里面有这样几句话 说忽视错误 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 这本身就是错误 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 这个错误指的就是毛泽东的错误 那么现在我们看 现在当局的做法 事实上正好就是 十一届六中全会 那个决议指责的做法 好 高文谦先生 我们知道不仅是官方 对于毛的这个否定 比以前要淡了 那么今天 实际上还是很多 有中国民众 包括毛左派等等 还是怀念毛时代 那么您认为 造成这种情况的 主要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邓小平 这个所谓改革开放以后 这个社会的利益分配格局 严重失衡 那么造成了贫富悬殊 那么许多底层老百姓 不仅没有想到改革的好处 反而成为改革的牺牲品 要为改革付出的代价来买单 这些人的话 是有很大的失落感 像这个国企的这些工人 像一些被退休的老干部 这些人 这些人因此 他似乎他怀念了 这个毛时代的公正清廉 那么第二个原因 就是刚才小农也讲到 毛的这个形象上 实际上是从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有了一个变化 明显的变化 我们都是从八十年代 在中央机关工作 我们都知道 那个时候讲毛的时候的话 必须要讲到 他在文化大际上犯有严重错误 虽然也替毛遮掩 不过是让林彪和江青来给他背黑锅 但是他要犯了严重错误 而且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结果最近这些年来的话 把这个东西就给掩盖掉 所以老百姓不知道毛时代 是怎么样子这么一个情况 实际上以为毛时代公正清廉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 毛的本身并不清廉 他所有的生活日用品都有特供 而且是不计成本 而且的话 在三年大饥荒时期的话 全国各地给他修建行工 所谓一号的宾馆 而且毛的腐败 最重要的还不在生活上 是在政治上的腐败 他把江青毛隐欣 他的这种家人 提高到血药的岗位 准备一把班交上去 不过最后他是 人算不如天算 最后是这么一个情况 最后再请王康和陈养农先生 点评一下 就是毛给中国留下的遗产 在今天的中国 你觉得最突出的是 体现在什么方面 毛确实建立了一个 中国的共产极权主义制度 这种制度在现在的情况下 中国GDP迅猛发展 太子党登上历史舞台之后 有可能转向一个红色帝国 我在很多场合都谈到这个事情 极权主义制度转向红色帝国 在前苏联已经出现过 尽好在八十年末 九十年初 这个帝国崩溃了 那么他有一种巨大的诱惑 毛泽东本来就像做 四大零第二 把中国建成苏联第二 他死之前没有实现这个任务 但是现在过到这么多年以来 中国历史出现了极其调诡和危险的局面 就是红二代们太子党们 重新来捡起毛的衣钵和遗产 来作为自己的这个 不仅是维护这个红色江山 我认为特别要警惕的是 有可能建立一个红色的大帝国 好 陈晓农先生您的看法 我能够 请讲 高文静先生 我同意他 王康先生呢 刚才是从宏观的角度讲 我认为毛的现在 他的这个留下最大的遗产呢 我从一个具体的事实 就是毛的最大的遗产 因为毛自己讲的 他一生办了两件大事 那么一件就是 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 再一件事情是发动文革 那么我认为这个现实的危险的话呢 是毛的这个文革 他为中国通向文革之路 打开了通路 这个这种局面呢 是非常危险的 这个的话呢 就是试 所以这个评价毛的公罪是非 还毛的历史本来面目 关系到中国未来的走向 只有彻底披毛 才能够堵死通向文革之路 好 陈晓农先生 就请您来作节 我想提这么四点 第一点就是 毛的遗产是所谓的 为了统治集团 为了权力不惜一切 这点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 第二点是 全面的反文明 这是毛泽东留下的精神遗产 他不但反西方的文明 包括普世价值 而且反苏联 当年被称为修正主义的 苏联文化 苏联文化里 其实包括很多 现代文明的因素 但是被毛反掉了 同样 他也反对中国的传统文化 传统文明 所以中国 第三点就是 中国现在处在一个 道德伦理被全面破坏的状态 这种状态的 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 它比重建民主化还要难 因为要想重建道德和伦理 那比民主化要长得多 艰难得多 这个遗产对中国的危害 将延长到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 最后就是毛的幽灵 现在还在支配着中国底层民众和统治者 底层民众是通过怀念毛来表达不满 统治者是通过毛的幽灵 来维护他们的合法性 上面这几项遗产决定了 中国今后的道路会艰难曲折 好 各位观众 这个毛泽东的影响呢 咱们就现在谈到这 接下来呢 我们很快要讨论一下 习近平为何不愿意否定毛泽东 他在政治话语上 回归毛 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 请您不要离开 我们马上回来